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这禅音乐 想勿 म的圣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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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境界像上师那一样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然后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唱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这个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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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书精进 如何精进 分整个方面来想 首先 立道精进也是分以患者的比喻来作明和以显出之比喻来说明 首先以患者的比喻来宣讲 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他这里的意思呢 用一个病人的 罹患了严重疾病的这样一个人的比喻来说明 我们在座的修行人 应该认认真正地听从上师和佛陀的教言 精进地修持 那么这个比喻是怎么样叙述的呢 比如说 平常我们见到一些人 害怕经常的一些疾病 这种人也需要依靠一声的吩咐 依靠听一声的话 那么我们无始以来 在相续当中有贪荡烦恼的疾病 在相续当中有百般的 有成千上万的各种烦恼的疾病 这样我们严重的病人 为什么不需要听受上师的教言 或者是佛陀的圣神窍诀 世间上用一个比喻来可以这样说明 任何一个人得到疾病的时候 都到医院里面去 然后按照这个医生的吩咐 自己吃药 大僧或者说一切的行为 威仪以及他的饮食 全部要听从一声的话 如果你没有听一声的话 那病人能不能从他的疾病痛苦当中 获得解脱 是相当困难的 如果你没有一声的教言 那自己有一些智慧 也不一定真正能治疗 实际上有些药物 虽然有一些说明书 但是你没有依靠一声的嘱咐 你自己就自觉地 运用一些药物能不能起到作用 这一点也是相当困难的 那么这是一个比喻 思读人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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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有的这些凡夫众生 无始以来都成立在轮回的离抗当中 而且我们相续当中 欢游 贪心 诚心 痴心 傲慢 嫉妒 以及这份烦恼 也就是叫做睡眠烦恼 那么这样的疾病 每一个人来讲是多得不可计数 比如说我们平常的生病不一定是一辈子都在患病 这是可能几个月 几年当中也这样 而且他这种病的程度也不是特别严重 我们认为病得特别厉害 实际上他大多数的病都可以通过医学来治疗 那么我们所有的凡夫人 只不过自己不能发下而已 实际上我们患的这种贪嗔痴的病 贪嗔痴的病可以说远远地已经超过了刚才前面的疾病 好 烦恼的这种病 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无始以来的 在轮回的历程 轮回的生涯来观察的时候 不仅仅是一生一世 而是乃至生生世世当中害过无数次 那么未来也是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地去治疗 没有很好地去治疗 那一定会是还要永无至今的 不断地害我 把我不断地突入在犹如火缸般的地狱的痛苦当中 《华严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把自己应该看病人来想 所谓的佛法以妙药来想 这个善知识以妖望来想 而且因种治疗进行抚养 就是从四个角度来 已经叙述了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 佛陀在佛经当中也是已经说了 佛法无人说 谁知莫论戒 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佛法 如果没有一个善知识 来进行给你开导的话 那虽然你这个人 在世间当中再怎么样聪明临厉 但实际上很难以通达 佛教的身奥之一 所以所谓的佛法 大家应该认认真真地 要寻找一些善知识 如果没有善知识的开导 的确是 你再怎么样有智慧 也不能通辞佛教的教义 所谓佛陀真正度化 众生的方法 就是讲经说法 所以我们以后所有的大乘修行人 你们把所有的经历 放在一些别的途径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重要 一定要自己文重地 以至于善知识 最主要的 要懂得佛教的道理 懂得佛教的道理以后 你自己进行修持 所谓的学修兼卑 那么这样你相续当中的烦恼 才能断除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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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枉一切之 罢苦诸生交 一枝若不信 持即于饮何车 他这里说一乘 一乘字 藏文当中应该是疑惑吧 就是一个烦恼的意思 就是所谓的诚信的词言并不是明显的 因为下面讲义里面说的是贪心之日 所以如果我们解释为是一种烦恼吧 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详细当中有了一个烦恼 他也是能坏坏所有懒赞不足的一切人 那么能坏坏这样烦恼的这种医疗方法 在我们别的地方怎么样寻找也是找不到的 唯一的这种治疗方法就是我们世间当中的唯一三界导师 我的释迦牟尼佛 他是世间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大一王 就是大一王 在他的教言当中真正能找到 众生在三界当中怎么样脱离痛苦 脱离痛苦的 这样的这种教言也会找得到的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真正去行持 那在世界上是再没有更愚痴的了 而这种人应该所有的高僧大德也好 或者是世间上有智慧的人 都应该值得进行合持 就是这种人愚痴过激 特别愚痴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了 烦恼与我们的病之间 应该有这样的相比 比如说他这个讲义里面的意思 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贪心 诚心等一种烦恼 一种烦恼 如果在他的相续当中生得起来的话 那么整个难占不住的人 就全部都坏坏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一个人 他的相续当中生起对殊胜对境 对菩萨生起嗔恨心的这种烦恼 这种烦恼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生起的话 坏坏一个人 如果两个人的相续当中生起 那坏坏两个人 如果一百个人 或者所有难占不住的人的相续当中 生起这样的嗔恨心 那坏坏整个世间的所有众生 所以他这里也已经说明了 所谓烦恼的力量 力量是相当强大的 所以他究竟是不愿意的 是指明的 你那个这种idan 也这么说明了 你不否许行这个人 那么烦恼的力量 那么找到了 其实他不走就绝了 传 itt连你了 altet落成后 那么加上 放在旅程中生起来 你就得解决 然后就得解决 然后就得逼你 一般的人 然后就得解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世间上任何一个疾病 有没有这样的可怕呢 没有的 比如说现在所谓的轻流感是特别厉害的 但是如果真的轻流感蔓延于世间的话 那么有些医学家认为 人类四分之一会死亡的 别的人不一定死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我们所谓的烦恼并不是这样的 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如果生起嗔恨心的话 不仅是今生当中坏坏这个人 乃至甚甚事实 比如说我今生当中 生起嗔恨心或者贪心 坏坏我的戒律 坏坏我的道性 这样以后 不仅是我今生全部完蛋了 乃至甚甚事实 多生累劫当中已经坏坏的 所以这样力量强大的任何一个疾病 这种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 那唯一的这个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唯一的导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他在印度真正宣证了 无上圆满正等皆过河 然后给我们众生 不同根基的这些众生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个法门 完全能治疗众生心里的疾病 这样一样 无数的众生 依靠释迦牟尼佛的殊胜道 已经去向了解脱的彼岸 这一点应该说是 以历史来证明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教言是依靠佛陀的传承而来的 但是这种传承应该说 能制止我们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疾病 在众生轮回当中 扼取当中 这样的痛苦 真的要想得到解脱的话 看佛陀的教言以外 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的确是没有的 现在世间上就有很多的 遣除痛苦的一些方便方法 但是这些暂时能 你的身心快乐 暂时解决你一天两天的一些问题而已 永远的 生生世世的这种生老死病的痛苦 这是唯一佛陀的教言 才能治疗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应该想自己都是病人的 但是这种病要彻底好的话 一定要享用佛法的甘露妙药 如果你没有享用这样的妙药 世间上的任何一个学问 就是不能解决你的这种 生老死病的极大的疾病 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每一个人 应该深深地认识到 所谓的佛陀在这个世界上 是唯一的遥望 就是唯一的遥望 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生 应该是非常荣幸的 虽然我们无始以来 得贪嗔痴的病 这一点也是心里很伤心的 但是幸好我们今生当中 也是的确遇到了这么好的上师 这么好的妖妖 这么好的佛教 真的要值得高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程的这个放下来 稍微就是坐一会 他这里有时说 我们纵然遇到了一些平平常常 微不足道的一些危险的地方 但是人们对这个小心翼翼的 仅仅谨慎 十分谨慎 那么如果我们来自生生世世 长期的 多到一些千万有幸的地方的危险处 那就更加要小心谨慎 这一点就是不用而言 这个意思 何况说是 我们如果在即生当中没有注意 没有行持善法 反而无恶不足 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来世可以说是掉落千丈 就是始终都是掉在 碧约的这种坑里面 我即生当中 如果不注意 一直造恶业 那什么杀人 偷盗 或者是嫌疑等等 造各种各样的自行罪和佛制罪 那这样我来世会不会堕入 我非常可怕的地狱当中 肯定会堕入 那这样的这种堕入 跟我们平常在走路的时候 你滑到了 或者是你堕到什么深渊里面去 那这两个相比较起来 我想是前面都是微不足道的 以前也是讲《入行论》的时候说过 我们现在大经堂上面 有些人特别害怕 不注意的话 会不会掉下去 实际上大经堂 只有三层楼的一个经堂 如果在三层楼掉下去 可能会你的四肢断 或者会死亡 最多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即生当中 如果没有按照三知识们的教言 如理如实地去修持的话 将来很有可能 堕入无间地狱 那堕入无间地狱的痛苦 跟现在我们平时的痛苦 能不能相提评论 大家可想而知 应该说是无法与之相比 所以我们现在人自由自在的时候 尤其是取舍因果的知己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正地 修持菩提心 忏悔自相续当中的业障 这一点相当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资了一天殿任主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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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迅速精进 迅速精进也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我们的宿命是不可靠的 受用也不可靠的 还有亲友不可靠的 分三个方面讲的 首先我们的宿命绝对是不可靠的 这一点在宗族当中这样讲的 我们在座的人不应该想的 我今天不会死 安乐地过下去 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我们这些人终有一天 这一辈子终有一天肯定有完结的时候 这样的死期必定先前在每一个人的面前 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 为什么呢 我今天根本不会死 这样的理由你现在有没有呢 没有的 我明天根本不会死 我今天不会死 那这样有没有这个道理呢 绝对是没有的 佛陀在《仪教经》当中也是说了 生命在呼吸之间 所以我们呼吸吸气的时候 死亡很有可能的 龙猛菩萨也是说了 呼吸吸气沉水中 能得心皆正习有吧 就说我们在呼吸当中 吸气当中 如果真的能醒过来 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的习有 所以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三界无常 佛求云 众生生世如关系 意思是说 我们三界的这些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就像秋天的云舞一样 没有什么可靠的 那么众生的这些生世 就像我们关系一样 看心肠一些表演的节目一样的 就一会儿就变了 一会儿就变了 因此大家不要把这个世间 一直推啊 我以后以后再续啊 以后以后再续啊 我今天很忙 明天 明日复明天 明日何许多啊 这种糊涂色味的 这种闻思方法 可以说是 对我来讲是时空见惯 已经看得特别特别的多 真正一三十三种 我们最后《入菩萨行论》 听完的时候看哪些人是 已经真正开选归来 看看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样的 这一点我就非常希望看 这种粮色的色情和 这种网络的帐篇 看看我们是这个社长的 有限的少量的多谊 看con者是这个牌的 也不保险都没有 Nikki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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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